鋸鐵鍋非常夯 色彩五彩繽紛 如果要買有沒有很簡單的原則 對 簡單原則 當然就是第一個 你表面一定要完整 鋸鐵鍋那個不要裂合 那個外面的髮廊 肚的那一層 那我的選購原則 當然就是說 你光鮮亮那是為了好看 那盡量裡面那一層 再接觸食物 那個就不要 不要外面漂亮 但那一層不要再鍍髮廊 最好是像這樣黑黑的對不對 那如果是真的有鍍 你就單色的 就盡量是白色或黑色就好了 不要太花俏 這樣的話這個原則 就可以大家吃得比較安心一點 好 還有包括後續什麼養鍋 等等有一些秘密要告訴大家 問題是家裡頭的鍋很多 你們家還有什麼樣的金屬鍋 我們家呢 大部分都是不鏽鋼的 對 因為我有一個不鏽鋼的鍋 裡面是燉東西之後 我炒東西也是用那一個 對 因為我就不在額外買 那種不沾鍋了 對 因為我自己吃得很簡單 然後另外我們家有兩種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種電鍋 對 那一種是傳統電鍋 一種是它早期是有鋁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 我後來又買了一個不鏽鋼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鋁的 如果拿來煮飯其實還OK啦 不至於說它可能為什麼 之前不是說老人痴呆症什麼的 那倒還好 但是不鏽鋼我確實會拿來 比如說你燉魚啦 把肉加熱 那我就現在就是 就真的用不鏽鋼的電鍋 很多人家裡頭就是這樣 就像我們前面 有這個鋁鍋 還有傳統的鐵鍋 或者是不鏽鋼鍋等等的 那麼到底不同的金屬鍋 選的原則或者它的特性是什麼呢 像第一個鋁鍋 譚老師你覺得呢 到底有什麼 其實鋁鍋拿來煮水 我覺得煮中性的 其實不會有什麼鋁溶出 對 但是就是你不要把那些 酸性的物質加進去 像之前不是有一個什麼 來自新興的 你很多人就去買雪瓶鍋 後來就發現那個鋁太高了 因為為什麼呢 泡菜是酸的 他把它丟進去煮 結果這個加速鋁的溶出 所以其實導熱快 你把這個水燒開了去泡麵 它是很安全的 對 但是如果有腎臟病的 那真的就不要用 因為腎臟病沒辦法排鋁 所以第一個它很怕酸 會容易溶出來 不要用到酸的 對 其實外面如果說像 不管是煮廣東粥或什麼 就用這種 因為它的特性是 很快就熱了 然後又很輕嘛 對 那如果說你可一個禮拜吃一次 那倒不是會說因為這樣子而失智 但是如果你家裡常常用 真的啊 因為如果常常你用 因為鋁其實雖然重金屬 但是我們肝臟腎臟如果是健康 其實還是可以排著掉 那剛剛其實譚老師強調的是說 有的是腎臟病人 它不能排鋁的 對 它有一些代謝比較慢的病人 那如果說你真的用這種鍋 然後加番茄醬 加醋 然後呢 對 然後加一些可能 譬如說白醋 烏醋下去的話 那有一些可能它這樣子的料理 或泡菜 酸的 那確實它就會影響到 濃出的鋁的量 可能就會比較高 鋁鍋它有一個缺點 我這邊講 容易燒焦 而且它軟 像以前阿嬤牌的那個 傳統電鍋裡面是鋁嘛 對 都會有撞的咪咪貓貓 對 你不要說撞咪咪貓 雷師傅跟男生 我們力氣大 我這樣一壓就... 一壓就... 真的耶 我不是少林 我不用那個少林 是練師傅就可以了 真的很軟 女生都可以了 那你把它變回來 這樣就會變來了 它真的很軟 所以它很容易刮傷 最主要是它刮傷的速度很快 因為你只要稍微一點 那種硬一點的鋼絲 不要說鋼絲絨 就一般的那種菜刮布 你一刷就很容易就... 很容易刮傷 就把它刮掉 接下來呢 如果是鐵鍋或鑄鐵鍋 它的優點是 耐高溫 耐撞擊 耐用 傳導吻 然後保溫 效果比較好 那如果以不鏽鋼鍋來講呢 這幾年也一直講不鏽鋼鍋 你覺得 好 其實我不鏽鋼鍋的代表 因為有很多不鏽鋼鍋 家裡有很多 這三四十個 不鏽鋼鍋是這樣子 它其實是很耐高溫 而且它很耐撞擊 它其實也非常適合做一個 傳家寶的一個鍋子 你凹凹看 凹不下去 對... 那通常的不鏽鋼鍋 它有分為兩種 像日式規格叫304或316 那歐式規格就18 80 就是它的一個成分比例 它會寫在哪裡 它會寫在 幾乎來講 它可能會寫在底部或側邊 像這個就18 80 OK OK 好 我把品牌遮住了 它會寫在旁邊 對 應該是說比較大的品牌 或比較有信譽 它會感覺寫出來 大部分我們在五金行 夜市 那基本基本它都不會寫 那通常這個不鏽鋼鍋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買有寫的 那其實通常不鏽鋼鍋 它比較不容易聚熱 因為它底部裡面 可能會有很多層裡面 不同的金屬物質 在裡面可能有銅 有鋁 導致它的導熱速度 跟保溫性都會比較夠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像我們的不鏽鋼的炒鍋 還是說平底鍋 甚至說湯鍋 其實它這邊都會多一層 對 那炒鍋的話會比較沒有多這一層 是它直接在裡面 用黏著劑直接把它包覆在我們中間 那個空心部裡面 所以就會變成我們這個不鏽鋼鍋 它的導熱性跟它的熱的傳導性 跟煮的時候會比較快一點 基本上不鏽鋼鍋 大家都不知道 不鏽鋼其實它是不易導熱 而且熱源比較擴散的一個 原本是這樣 所以雷師傅講的意思是說 現在每一家有它自己的know how 其實我看過 你假如把它切開來 切開 對 我看過端面 你把它切開端面 其實每一家 它可能有什麼三層的五層七層的 其實我們看到的都是最外層叫不鏽鋼 其實它夾在裡面中間 可能剛才講的有銅 有可能有一家是用鋁的 有一家是用銅 因為它要去控制它每個鍋的傳導素 強調說要幾層以上才好那種 每次去保育公司它們的素 這個是八層的 手幣是六層的這樣 那這個就是每一家 他們去設計 應該還水鍋 就是說你的特性 就是說今天你是要炒鍋 還是要燉鍋 還是要煎鍋 因為他要去考量到那個傳導速率 這就是物理性質 所以他們每一個每一家 但是他覺得我用幾層 我要去測試幾層 它的傳導速度是比較符合間的 會比較容易導熱均勻 或怎麼樣的 那這個就是每一家的功能 他們去設計的不一樣 好 剛剛雷師傅提到說 因為它原本是熱源是分散的 然後也不容易傳導 所以他們當然會用一些方法 來把它做得更好 讓它煮菜的時候更好 可是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講好了 我最在意的是我要怎麼選怎麼用 其實就像雷師傅剛剛講的 三一六或三零四 或者是十八八 十八十 這種標示 那有的它不會標在鍋身上面 那個數字到底什麼意思 其實它就是它的這個裡面的含量 但是其實我不會建議到 就是用到這個什麼 我大概自己買的 我個人我會選擇三零四就可以了 因為它已經耐散耐減耐高溫了 對 然後三一六其實是醫療用的 手術刀的那種不鏽鋼鋼 那我覺得這個能源 它就是很容易就是會 我們就是選擇你合適 當然你很多的這個烹調 像雷師傅他們沒有這麼多 他用三一六我覺得這也OK 但是我們這個 一般家庭裡頭 三零四三一六 其實不用太緊張 但是不要買那個標示 高級不鏽鋼 特級不鏽鋼 什麼意思啊 聽起來高級好像應該要買啊 而且價格比較高級 其實很多它標示高級不鏽鋼 特級不鏽鋼 它其實沒有符合這個食品級的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選這個 三零四或者是十八八 然後要記得 有時候它不會在鍋身上 而是標示在這個 它的商標盒子裡面 這樣也算是可以的 對 但是就是要買這個 有幸運一點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菜市場 隨便它就說 我這個不鏽鋼 但是這會有點危險 可是買回來之後 我們總要好好的來保護它 所以譚老師有好方法 可以叫我們開鍋跟養鍋嗎 是 我們現在先要來做一個小實驗 500CC的水 加到三個不同的鍋 包括鋁鍋 鐵鍋 不鏽鋼鍋 看它哪一個傳導的速度 熱得比較快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要來看的是 如果把它關火五分鐘之後 哪一個蓄熱性比較強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水 給倒進來了 好 現在三鍋都開火了 我們就來看看時間上到底怎麼樣 還有唐老師在等這個的同時 今天你也特別帶來了這個大鍋子 這個是完全沒有用過的不鏽鋼鍋 對 這是雷師傅他帶來 完全沒有用過的鍋子 那不鏽鋼鍋看起來裡面 也是這樣漂漂亮亮的 不能直接拿起來用嗎 其實基本上不鏽鋼鍋還是建議開鍋 因為它有時候在做的過程中 他要用一些油 然後讓它去磨的時候 那有時候很多人就用一用之後再擦 他就覺得怎麼都還是黑黑的 對 那其實這個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處理方法 你回來就先用中性起結劑 把它洗過之後 然後你就在裡面加麵粉 乾的麵粉 對 乾的麵粉 因為我們要在裡面揉麵團 然後我們裡面就加一點點的水 你不要急就是 麵粉裡頭加一點點 像過麵糊一樣 然後你就在裡面開始揉麵團 對 然後這個麵粉就用你家不要的 就是你就開始揉 不是 重點不在這個麵團 而是我們要把這個裡面的油脂 就是它的一些黑油吸出來 為什麼要用麵粉呢 這樣它會有這個黏的效果 對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這樣搓 但是像這麼大鍋 我就會建議你每一個麵像就是都去 對 把它搓乾淨 對 就去搓 就去揉它 然後常常我們這樣揉一揉之後 就會整個麵團會變成黑色的 對 那雷師傅你們開鍋的方法也是這樣嗎 其實開鍋的方法 家裡可能沒有那麼多麵粉的話 可能不會用這樣子的味道 對 那你怎麼弄 對 那其實開鍋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用那個先用 這是我們譚老師獨門的秘方 對 很棒的 我們會先用那個中性清潔劑 先把外面這一層先洗過一次之後 然後再加水 弄一點柑橘類的一些皮 去把它煮過一次 再把它上一層油 好 我們現在譚老師在用的同時 我們也來看一下 其實差不多都滾了 還沒 這個82度 這個現在已經幾秒鐘了 現在是2分大概2分10秒 鋁鍋83.8度 確實比較快 然後這個不鏽鋼鍋80.4度 所以這樣看起來 鐵鍋跟鋁鍋 以目前傳導速度看起來 是差不多的 對 這邊已經上升到88度了 整個快要滾起來了 快要大滾 其實從畫面上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後相對的這個不鏽鋼鍋 它就稍微比較安靜一點 現在它85度 也是速度在增加當中 這邊應該已經 那已經應該沸騰了 好 觀眾朋友你看 現在大概97度 98度左右 已經沸騰了 好 那我們先把它關起來 沸騰了 2分50秒 對 那鐵鍋的部分94度 所以它基本上還在增加 好 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了 以利 3分4秒 3分10秒 3分10秒 滾了 好 現在不鏽鋼鍋這邊滾了 它的溫度是93度 所以它還在繼續增加當中 如果以這三個來看 以利告訴我們第一名是 速度最快的是 第一名是鋁鍋 鋁鍋 2分50秒 OK 然後第二名是鑄鐵鍋 鑄鐵鍋 3分10秒 好 那現在時間 已經3分40秒了 OK 好 我先把它關掉好了 它的溫度大約現在是87度左右 所以就知道它的傳導速度 那它散熱的速度 基本上也跟這個一樣嗎 暫熱的話 這個鋁鍋應該是最快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鐵鍋 鐵鍋 好 所以我們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兩個 包括聚熱 鋁鍋最快 但它也散熱最快 然後鐵鍋相對加熱快 但是它的溫度Hold住的 會比較久一點 然後再來這個不鏽鋁鍋 它加熱慢一點 然後散熱上面 稍微相對鐵鍋快一點點 好 我們現在這樣 已經可以了嗎 是 你可以看是這個 已經是比剛才還可以了 嘿嘿的麵團 有看到吧 所以今天譚老師教大家 不鏽鋁鍋的開鍋方法 用麵粉加一點水 然後下去揉麵團 這樣子過一下 然後之後我自己的話 就會再去一鍋水 然後把它煮沸 對 然後就把它擦乾 洗淨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廣告之後繼續帶大家來看 那麼在家裡頭的鐵鍋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阿媽白的鐵鍋等等 它跟鑄鐵鍋 到底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養鍋 開鍋 譚老師又有什麼樣的 特殊秘技要告訴大家呢 馬上回來 跟鑄鐵鍋